早上航空一架有臺北飛往美國 洛杉磯的班機 被人電話恐嚇說 飛機上有化學武器 最後證實實機一場 衛福部機查包裝茶飲工廠 有些工廠出現了蜘蛛絲 還有病人出沒 南韓今天又證實照顧 首例病患的醫師也被感染 成為第五位南韓中東 呼吸道症候群的病人 一名三十八歲的男子 點火自焚 衝進了高雄市政府 全身超過百分之九十的灼傷 有生命危險 觀看晚安 歡迎收看今天 五月二十七號的公視晚間新聞 長榮航空一架由臺北 飛往美國洛杉磯的BR12班機 在降落前二十分鐘 被美國聯邦航空總署通知 有人電話恐嚇說 飛機上有化學武器 而就在飛機降落之後 美方人員立刻疏散 乘客進行安檢 最後證實續經營一場 旅客一步出長榮的飛機 美國聯邦調查局及航警人員立刻 進駐飛機檢查 這架編號BR12的班機是二十六號晚間六點五十七分 從桃園起飛 台北時間上午六點四十一分 在洛杉磯國際機場降落 就在降落前二十分鐘 接獲美方的通報 機上疑似有化學武器 常榮一接獲通知立刻就通報 臺灣的民航局 也順利在塔台的引導下 安全降落在洛杉磯國際機場 機上三百零五名乘客 及十八名機組員都很平安 而經過安檢 美方證實只是虛驚一場 這兩天可能媒體也有報導 就是美國陸陸續續有接到一些電話恐嚇 那不過都是謊報 事實上不只這起 二十五號也有六架 飛往美國東岸的班機 接獲恐嚇電話 謊稱機上有化學武器及炸藥 美國甚至還出動F-15戰鬥機 全程護送客機 事後的證實是虛驚 而常榮這架班機也因為安檢 影響到由洛杉磯飛回桃園的B-211班機 將延誤兩個小時十五分起飛 記者綜合報導 好 其實這幾天 美國連續發生了至少十起 接獲匿名電話 謊稱在民航客機上 藏有化學武器或者是炸藥 美方甚至因此還出動了戰機升空護航 目前美國聯邦調查局已經展開了追查 到底是誰在惡作劇 被謊暴機上有化學危險物品的發航班機 在F-15戰鬥機護送之下降落紐約甘奈滴機場 之後立刻被聯邦調查局探員包圍地毯式的檢查 而他只是當天五個國際機場十架接獲謊報的民航客機之一 確認都是謊報之後 聯邦調查局開始追蹤這些報案電話 先釐清是本地人還是海外打來的 確認打電話的人是否屬於某個特定組織 造成騷動不安 危險民航機等罪行 謊報者可能要面臨五年的牢獄之災 記者綜合報導 陸軍航空特戰指揮部602旅的一架直升機 疑似因為引擎故障 今天上午呢 迫降在南投縣立體育場 機上的征服駕駛都沒有受傷 而在確定呢 直升機安全無余之後 這架直升機也已經返回基地 儀表板上面的警示燈亮 然後機務人員就按照狀況處置的標準作業程序來處理 尋找一個最適切 最安全的地方來降落檢查 這一次是狀況處置得宜 人機平安 軍方表示呢 四架直升機今天上午做編隊飛行 其中一架儀表板的指數呢 出現了異常情形 駕駛呢 立刻按照正常的程序 選擇適當地點 安全降落在南投縣立體育場 目前直升機已經返回台中新設的居地 之前的問題於花草茶呢 又再度的擴大 苗栗縣衛生局呢 跟檢方調查發現 陳建生物科技公司涉嫌將不可以食用的花草原料 製成了八十種的茶包產品 銷往了全台九個縣市 其中呢 還包括了長庚生技 委託代工的三款茶包 還有公館廂農會的紅棗茶 工廠倉庫裡堆滿一箱箱下架回收的茶飲商品 一位苗栗縣衛生局機查發現 知名茶包代工廠 陳建生技公司將不得食用的花草原料製作成八十種茶包 在販售到全台觀光飯店 餐廳及農會 其中還包括長庚生技 在內也受到波及 衛生局追查發現 陳建生物科技從二零一三年起陸續向台南市永生堂及高雄市何榮公司進貨花草原料 而且進貨單上面還寫著不得食用四個大字 業者坦誠進貨時的確有看到標示 還誤以為可以減免關稅 方便通關 不過衛生局查出 這些花草是來自東南亞國家 花草農藏殘留恐怕超標 已經將原料送去檢驗 長庚生技委託代工生產的桑葉茶 洛生花茶 陳建薄荷茶等三款 以及公管鄉農會委託代工的紅棗茶都受到波及 衛生局強調 所有問題的產品都必須下架回收銷毀 否則最終將儲三百萬元罰還 記者綜合報導 茶包出了問題 而用寶特瓶包裝的茶飲 衛生狀況也令人擔心 衛生福利部針對國內二十五家資本額在三千萬元以上的包裝茶飲工廠來進行激茶抽驗 結果雖然茶葉原料檢驗都合格 不過其中十家工廠的衛生條件不佳 有些工廠出現的蜘蛛絲根並沒出沒 也有的罐頭產品沒有殺菌的評估報告 而被點名的工廠 其中不罰知名廠商 最近天氣越來越熱 不少人喜歡喝清涼的茶飲 消暑又解渴 不過衛福部食藥署最近完成激茶 全臺二十五家市售包裝茶飲工廠 並抽驗四十二件茶飲品的茶葉原料 結果發現有十家工廠 有蜘蛛絲及病煤出沒 不符合衛生標準 所謂病煤就是我們看它的那個紗窗 因為如果進入製造區的話 它要有完整的紗窗隔離 那如果沒有的話就是蒼蠅會飛進去 那廠外水垢部分我們會放防鼠板 避免防老鼠跑進去 消暑表示這十家不符合規定的工廠 分別是金車宜蘭分公司 越式食品 建峰生計公司 光泉牧場 黑松公司 統一企業 美達食品 春橋食品 三黃生物科技以及上方食品 其中越式的罐頭產品沒有殺菌值評估報告 因此共有八項產品被要求 立刻停止生產製造 直到改善為止 至於抽驗的四十二件茶飲品 檢驗結果全部符合規定 食藥署再次強調 這十家工廠 必須在一個月內限期改善完成 否則將除六萬元以上兩億元以下罰還 其界重大者得命令期歇業或停業 記者來順便講龍翔 台北報導 好 在茶飲之外 藥品也是問題連連 知名的張國州牆胃散被桃園市衛生局查出 部分批次的碳三氫鈉成分沒有取得政府的許可證明 衛生局已經要求業者要將問題產品全部下架 而業者也接受民眾退貨退費 接查人員拿出牆胃散一一核對清點 月銷十萬罐的國內知名老牌胃藥 張國州牆胃散也是問題藥嗎 桃園市衛生局清查發現 張國州製藥公司從去年十月到今年二月生產的 張國州牆胃散疑似以食品級原料代替藥品級原料 而且也沒有取得原料藥許可證 因此效期在二零一九年三月前的產品 必須全數下架 張國州製藥公司成立於一九四七年為藥師張國州所創 是國內民眾最熟悉的胃藥品牌 上個月爆發藥品安全風暴中 張國州製藥曾特別發聲明自清張國州牆胃散的安全性 沒想到還是出包 那本公司因為那個在於申請原料藥許可證上面的疏忽 所以我們會配合衛生主管機關 予下架 業者強調藥士法雖然很早之前就有規定成分要送驗 但在去年底之前都是從寬認定 而且之前所進口的碳酸氫鈉原料 都有經過進口國以及中華藥點逐批檢驗以及放行 但沒有醫藥士法規範取得自用原料藥許可 所以會全數下架並開放退貨以及退錢 記者綜合報導 昨天南韓公布了第三起中東呼吸道症候群病患的女兒也遭到感染之後 今天又證實照顧首例病患的醫師也被感染 成為第五位南韓中東呼吸道症候群的病人 而機關署也將在明天派出防疫醫師到南韓瞭解當地疫情 就在南韓確定第三名中東呼吸道症候群病患女兒遭到感染後 南韓今天又證實照顧首例病患的五十歲醫生也遭到感染 所以目前南韓中東呼吸道症候群的確定病例已經增加到五人 第一例病人在還沒診斷出來之前的話 他曾經在一間診所被短暫的待過 推測他應該是待在那間診所的時候 那醫師那時候還沒有辦法注意到他可能感染這種疾病 而受到感染 根據機關署的瞭解 第一例發病的六十八歲男性先後曾到兩家診所 兩家醫院就醫 期間為了轉到大醫院接受治療 曾經短暫出院 到第二家診所看診的那晚 照顧他的診所醫生 就是新增的第五例確定病例 機關署強調目前陸續確診的都還是第一例病患的親密接觸者 包括家人 醫護人員以及同房的病人 因此鎮定仍屬於院內感染的有局限人傳人 但由於臺灣與南韓往來頻繁 機關署將在明天派防疫 醫師到當地瞭解疫情 第一個任務主要當然是瞭瞭解韓國 他們目前的疫情 以及他們所採取的這些的防疫的措施是怎麼樣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們也會請我們的駐韓的駐韓的單位 安排跟我們僑借來一個見面 機關署表示國內暫時不會提高 針對南韓的旅遊疫情建議等級 除非當地出現社區感染時 機關署才會考慮升級 也將會持續加強邊境對中東入境旅客的監測 昨天晚上台北市政府針對大巨蛋案進行環評 不過環評委員幾乎一面倒批評遠雄 最後決議要求遠雄再提出改善方案 台北市政府二十六號針對大巨蛋案進行環評審查 不過三個多小時的會議 環評委員幾乎一面倒批評遠雄大巨蛋工程 對松煙古蹟破壞根本沒有具體改善 也不滿意大巨蛋的緊急避難和散場管理 決議要求遠雄再提改善方案 而市長柯文哲認為大巨蛋工程影響多面 要安全優先才會祭出停工手段 柯文哲說雖然沒看過大巨蛋工程 對台鐵高鐵的影響報告 不過一切都必須以安全為優先 先解決安全再處理其他的問題 至於台中捷運上個月的工程意外 負責設計監照的台北市政府下令停工 可能六月底才能復工 雖然出事的工地是遠雄工程承包 但承攬其他工段的大陸工程 也遭到遲餘之殃 傳出大陸工程董事長殷琦 打算向北市府求償兩億 我們說我們這個國家常常在報紙上看 有時候不需要透過報紙互相聯絡 目標是讓台中捷運盡速復工 那復工前到底缺哪些東西 如果他們有不滿意的 應該是儘速把它解決掉 柯文哲表示是否求償 要看到公文才算數 雙方不需要透過媒體互相聯絡 電話一打就能溝通 而終結的目標是儘速復工 不滿意的地方就儘速解決 介紹劉哈林台北報導 國民黨總統人選難產 目前只有立法院副院長洪秀柱 挺過第一階段的連數門檻 今天在國民黨中常會上 有中常委要求要啟動徵召機制 要將黨內A咖朱立倫 吳敦毅王金平還有洪秀柱 來一起做民調來決定人選 最後呢黨中央決定 等洪秀柱完成民調之後 再來舉行四人民調 國民黨總統初選 只有立法院副院長洪秀柱 挺過第一階段連署門檻 而根據提名作業要點 總統候選人只有一人登記 必要時才辦理民調 等於說民調不是必要程序 黨高層也希望在啟動民調前 和洪秀柱談一談 有評論媒體針對洪秀柱的支持度 進行民調有超過三成四的受訪者 支持洪秀柱代表國民黨選總統 很多地方還是不足的 他畢竟他做的是支持度 那麼可能黨中央要求是對比 那個難度是難上加難 所以我們絕不掉以輕心 在國民黨副主席郝龍斌 強力主張下房轉條款即將啟動 歡迎洪秀柱民調沒有達到百分之三十 國民黨將啟動徵招機制 但身世最高身兼國民黨主席的 新北市長朱立倫依舊不願表態 現在就是預設立場有這樣的假設 是對制度的不尊重 也對洪副院長的不尊重 國民黨遲遲喬布林人選不只基層 憂心中常委也交集 中常會上共同聯署提案 要求啟動徵招機制 將黨內A咖朱立倫 副總統吳敦毅 立法院長王金平和洪秀柱一起做民調 來決定人選 決定人選的重要民調什麼時候要做 最後朱立倫敲定尊重黨內初選制度 預計六月中旬完成防專條款民調後 才會進行朱無王洪四人的民調 來決定徵招國民黨總統副總統參選人 總統馬英九提出了南海和平倡議 美國國務院隨即表態支持 外交部今天表示馬總統的提案 不只有助於化解衝突 而且是具體可行的 自然得到美方的支持 不過人民進黨提醒馬政府和平倡議 夾在美中大國之間 必須要謹慎而行 南海緊張局勢持續升溫 各國積極擴張軍備 總統馬英九二十六號也拋出南海和平倡議 希望複製東海和平倡議的成功經驗 以擱置主權爭議的方式爭取資源共享 這項倡議一提出 美國國務院在每日新聞簡報會上 也對這項避免緊張局勢升溫的提議 表達讚賞之意 擱置主權爭議 然後就不要升高 單方面的升高緊張 這是具體可行的辦法 我想美國就目前南海局 是越來越緊張的情況下 對於總統的這種倡議 當然應該是蠻歡迎的 那麼避免升高軍事衝突 符合和平解決韓域爭端的原則 不過中國大陸也在二十六號提出 軍事戰略白皮書 大韓擴張海軍勢力 民間黨認為台灣在南海議題 夾在強權之間 更質疑總統的主張 是跟中共唱和 對此馬總統二十七號上午 再度重申南海倡議的立場 同時反批在野黨沒嘗試 民進黨認為美方表態贊成 固然是好事欺負 但面對緊張局勢南海和平倡議 其實只是一項無力的聲明 但國民黨立委表示 除了和平倡議的外交手段 劇凡太平島駐軍 新建碼頭整建機場 都顯示馬政府並未放棄主權 甚至是持續強化中華民國 在南海的實力基礎 記者李維傳謝其文台北報導 南海衝突不斷為了搶奪 島礁主權爭取重要的地緣政治主導權 連同台日韓在內 以及東協各國還有中美雙方 其實都不斷在南海相互角力 增加軍事預算 南海紛爭在線潑逃 中國大陸近來大規模填海造路 引起附近國家不滿 但因為南海位於地理要衝 海底又有經濟資源 加上強權的介入 使得島礁及海域主權的爭奪 變得複雜而又激烈 美國目前除了積極拉攏南海各國 同時也加派軍艦和巡邏機 刻意進入中國大陸擴建的人工島礁 12海裏海域展示軍力 儘管中國大陸抗議 但美方仍然要表達 對中國大陸的抵制和不滿 我們保證大陸的問題 在地域的各地域領域 顯示整個地域是關注的 因應南海危機 現在各國不斷追加軍事支出 目前印尼南韓印度 越南及新加坡 除了決定購買潛艦之外 南韓 新加坡 日本也播出 預算購買更多護衛艦 菲律賓與馬來西亞則把重點 放在巡邏艇 至於中國大陸積極擴大潛艦編隊 要與美軍看齊 美國也在南海部署F35 逆宗戰機與無人偵察機 雖然軍備競賽看似 對和平構成威脅 但學者分析 這多少也促成了地域的穩定 而目前最新局勢發展 中國26號以安全及提供導航服務為理由 宣布南沙群島的華陽礁與赤瓜礁 開工興建兩座燈塔 預計又將拉高南海的緊張情勢 記者綜合報導 而在另外一方面 蔡英文在這個禮拜五 將出發訪問美國十二天 其中的重頭戲 就是跟美國國務院助理國務卿 未接以上的官員交換意見 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蔡英文 將在星期五前往美國訪問 民進黨工也加快準備工作 將活動所需物品 以及要送給當地支持者的紀念品 裝箱打包 蔡英文將在二十九號搭機前往美國 她將陷到洛杉磯 芝加哥和台橋見面 並拜會當地政治人物 台灣時間六月二號轉往美國首都華府 將可能會晤美國國務院副國務卿或助理國務卿 並和美國國安國防官員國會議員 以及智庫CSIS交換意見 另外蔡英文也將拜會美國前副國務卿阿米塔吉 之後再轉往紐約休士頓和舊金山拜訪僑 並參訪Cisco和Facebook總部 並參加史丹夫大學舉辦的台美創新與科技合作論壇 預計六月九號深夜返台 各界也關注的是 之前傳出美國希望我國澄清南海主權十一條線的意涵 以使對岸放棄南海九段線的主張 蔡英文此行對南海主權的態度備受關注 不過民進黨重申 對於我國南海主權的立場沒有改變 對於南海的主權我們對於太平島 以及相關周邊的海域的權利 這一點民進黨是堅持的 美方他對這種南海有一個三部政策 就是維持現狀嘛 那蔡英文應該順勢把它納入這個維持現狀的 這個理論到美國 我想美國是應該是會歡迎的 也會支持的 民進黨也呼籲各國南海爭議 應該透過國際法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解決 記者相同陳保羅台北報導 年日的高溫熱浪已經讓印度的死亡人數繼續攀升 過去一個禮拜高溫飆到快攝氏五十度 目前的死亡人數超過了一千一百人 其中多半都是曝曬在戶外的建築工人 遊民還有老年人 印度中部的伯帕爾市二十六號高溫飆到攝氏四十九度 無論是機車族或路上行人 各個從頭到臉包緊緊以防中暑 過去一周來 印度各地氣溫普遍高達攝氏四十到四十五度 從南到北熱死的人數已經突破一千一百人 其中又以印度南部的安德拉省 跟泰倫加納省災情最為嚴重 主要受害者是在戶外工作的建築工人 體力衰弱的老人以及遊民 安德拉省一處德雷莎修女之家 很多老人家都熱得病奄奄 人們都變得激烈 他們面對很多感受的感受 他們感到很疼 氣象專家表示 這波熱浪主要是乾旱 以及又熱又乾燥的西北風所造成 索性風向即將出現轉變 南部地區會出現雷雨 氣溫渴望下降 為了避免更多人發生中暑或脫水情形 安德拉省已經設立多處供水中心 專門向民眾發放飲水和牛奶 有關當局也暫時取消醫生休假 以應付不斷湧入醫院看診的中暑病患 五六月通常是印度一年中最熱的省份 氣象官員表示 要到五月三十一號雨季來臨 熱浪才會獲得疏解 這個月初呢 伊拉克政府軍在拉馬迪慘敗 給伊斯蘭國被奪走了重要據點 還有大批的武器 引發了美國認為伊拉克無心反恐 那麼現在呢 伊拉克政府宣布要動員軍警 還有支持政府的民兵組織 一同掃蕩伊斯蘭國 伊拉克政府軍的士兵們 喊完口號之後開始操練 這裡是伊拉克的卡巴拉省 就位在巴格達和西部的安巴省之間 而安巴省廣大的範圍 已經被伊斯蘭國掌控 包括這個月初拿下的首輔 拉馬迪 針對各方指控伊斯蘭國破壞千年古蹟 IS也公布錄影畫面 顯示敘利亞境內的帕米拉古城沒有受害 但拍攝日期不詳 當然也無法澄清外界的疑慮 而歐美國家為了支援伊拉克反擊 除了動用戰機空襲伊斯蘭國據點 也提供武器給伊拉克政府軍 但美國國防部長卡特日前就批評說 伊軍在拉馬迪幾乎是不戰而逃 土地拱手讓人不說 美軍提供的武器也落入恐怖分子手裡 因此伊拉克政府宣稱 要在安巴省展開大規模的反擊 切斷伊斯蘭國的補給路線 證明政府軍有發揮作用 所謂人民動員軍PMF就是伊朗背後支持的什葉派民兵組織 但安巴省是遜尼派的地盤 因此外界擔心這次掃蕩行動 會加深伊斯蘭內部兩個教派的矛盾 長期而言不利於伊拉克的穩定 記者徐家仁報導 針對核子計畫呢 最近北韓不斷地對外放話 在上個禮拜呢 還自誇已經可以將微型化的核彈頭 裝在長城火箭上 而有鑑於此呢 美國日本還有南韓的核子特使 二十七號當天在南韓的首爾會面 尋求重啟六方會談的可能性 美國日本以及南韓的核子特使二十七號 在首爾就當前的北韓情勢交換意見 北韓當局上個星期自誇 已經擁有將微型化核彈頭 裝載在高精準長城火箭上的能力 之前還揚眼已經在兩千噸的新普及潛艦 完成了歷史性的彈道飛彈試射行動 對此外界專家的看法認為 北韓媒體恐怕是言過其實 評估北韓還要好幾年的時間 才會具備發射彈道飛彈的能力 除此之外 三方代表也關注北韓領導人 金正恩的權力穩定問題 南韓的情報單位日前的報告指 北韓軍方第二號人物國防部長 全永澤遭金正恩與叛國的罪名 處以高射砲處決的急刑 為其一天的首爾三方會談結束之後 美國以及南韓特使還將飛往北京 和中國的核子特使五大為會面 美國財經雜誌《復比士》公布二零一五年 全球最有權力的女性排行榜 結果德國總理梅克爾連續五年蟬聯第一 而今年的最大不同是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希拉蕊 則是極起直追排名第二 聲望如日中天的德國總理梅克爾 連續第五年登上美國《復比士》雜誌 百大最有影響力女性的榜首 爭取美國第一位女總統的民主黨候選人希拉蕊 今年排名大躍進衝上第二名 第三名是微軟公司創辦人蓋茲的夫人梅琳達 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主席葉倫第四 第五名是全球最大汽車製造商通用公司執行長巴拉 六到十名分別是國際貨幣基金主席拉加德 巴西總統羅塞福 臉書營運長商德伯格 YouTube執行長沃西基 以及美國第一夫人密雪兒 亞洲女性第一名是南韓總統普警惠 全球排名11 中國領導人習近平的夫人彭麗媛也上榜 排名68另外好萊塢名人多人上榜 女主持人歐普拉12名 藝人第一名是流行音樂天后碧昂斯 排名21 女主持人艾倫50名 25歲的創作型女歌手泰勒斯64名 她也是今年競榜最年輕的一位 記者陳秋梅報導 好 繼續鏡頭回到國內 我們要來看的是 在今天中午一點多的時候 一名38歲的成信男子 突然在高雄市政府的後門點火自焚 然後全身著火一路衝進市政府 雖然朱衛景趕緊上前滅火 不過這名男子的衣服很快就被燒光 倒臥在地 全身有超過90%的灼傷 目前有生命危險 男子全身包著房屋衣被台上救護車送衣 中午1點15分 她突然全身著火衝進高雄市政府 一進到門口就痛到倒臥在地 身上衣服已經全都燒光 民眾和市府人員都募集 男子用自備的汽油從後門口點火自焚 送衣前她曾經說要申請社會補助 市府調查以後發現 證明三十八歲的成性男子未婚 父母已經不在世 五月曾經兩度尋求安置 市府表示陳男因為有飲酒問題 只有在遊民收容中心住幾天就離開 但不曾申請社會補助 社會局也沒有拒絕過她 警方調查以後也發現 陳男有酒駕前科 最近出獄又在超商犯下恐嚇取財 總共有六次酒駕的前科 其中一次是入獄三個月 其他都是六個月 陳男戶籍寄居在大寮 當地里長說 陳男因為沒有工作又缺錢生活 一個月前就曾經割碗自殺過 是否真的走投無路再度尋短 市府表示會再瞭解 設法提供協助 高雄市桃園區的三個里 交通中斷已經三天了 復興裡有一名工人 前天被落石砸中了腳 原本要用怪手 將他接駁渡河送下山就醫 不過沒想到昨天搶修進度 又因為大雨而延遲 不過擔心工人傷勢惡化 所以已經先用救難直升機 將他先送下山 趁著天色還沒黑 救難直升機感到復興裡 要再送被落石砸傷腳 受困山上的工人 因為二十六號上午 居民原本要自行送他下山 卻在半路翻車 對外交通中斷 復興裡民原本打算到路斷的地方 請公路單位 將他接駁出去就醫 但二十六號山區 再降下大雨 湿水太大 道路搶修進度也受阻 裏民急著請求直升機支援 就是因為受傷工人的傷勢 已經腫痛難耐 幸好工人送易以後 傷勢已經沒有大礙 不過里長表示 山上還有幾位居民身體不適 以及前兩天採收下來的農產品 等著送下山 希望替代道路今晚就可以搶通 知者王岐村許正俊高雄報導 湯元又傳出了污染事件 在兩天前大園的浦興溪 被附近的塑膠回收廠污染 成為了泡泡河 造成大量的魚蝦都死亡 而在上個禮拜 爐族的泰橋公司 因為電鍍草體破裂 造成了強酸性的藥水流出了場外 嚴重污染了南坎西 桃園大園區補新溪成了泡泡河 造成大量魚蝦死亡 環保局兩天前接獲民眾舉報 追查後發現是附近塑膠回收業者 露天堆置殘留介面 活性劑的塑膠桶 因與天沖刷造成泡沫 嚴重污染補新溪 環保局依違反水無法告發 除五萬元罰還 並限期三天內完成改善 造成整條普京西有泡泡的一個污染的情形 我們依據它違反水無污染防治法的規定 重罰五萬塊 同樣也是民眾舉報 上個星期桃園市環保局查獲 爐族區泰橋公司 因電鍍草體破裂導致強酸性的 各酸藥水洩漏流出場外 重金屬各銅鑫鑫濃度 都超出放流水標準 嚴重污染難砍西 環保局依違反水污染防治法規定 重罰三十一萬元 根據環保局統計 一到五月桃園污染告發 總件數是六百二十三件 民眾舉報部分是一百八十件 將近三成 環保局表示民眾提供污染 影片照片當線索 充當政府的第三隻眼 一起監督環境 除了彌補環保局機場 人力不足 也大大提高環保機場效率 記者詹淑雲桃園報導 另外台東關山政公所 今年向中央申請都市計畫 道路的變更 結果營建署卻撥款給他們 要求要執行三十四年前 申請通過的道路變更案 這麼一來就造成一棟 蓋了七十多年的大旅社 就要被拆除了 七十年前 台東縣關山火車站前 有一間嘉賓大旅社 現在從外觀已經看不出來 但走進裡頭 還保留完整的旅館設備 二樓的客房 從木頭做的格子窗戶 看出去就是火車站 以現代的飯店規格來看 是屬於景觀套房 第三代的屋主說 老一輩的人都知道 這棟旅館在當時常常一訪難求 留下不少旅人到關山鎮的共同記憶 可是現在關山政公所為了要執行三十四年前 向中央申請通過的都市計畫道路變更 這間位在博愛路變更案中的嘉賓大旅社 恐怕要拆掉 當地居民陳情 要求建公所依據文化自然保護法保留 這條道路要變更是因為佔用了部分鐵路局的用地 當地居民說可以請鐵路局拨用土地 就不用拆掉老旅館 但關山政公所好像比較關心 這比都市計畫變更款項 今年如果不執行以後就沒有了 現在居民說不排除發起社會運動 要保存台灣少有的小鎮車站旅館玩花 記者張明哲台東報導 電子煙居然在校園流竄 今天傳出雲林的部分國小最近流行的一種家味電子煙 小朋友吸了會散發出一種水果香味的煙霧 小學生覺得很新奇 甚至還一起網路團購非常離譜 包裝繽紛酷炫標榜有水果口味 這種家味的電子煙抽了之後會散發水果香氣 現在在雲林的校園裡掀起了流行 許多小學生都曾經看過同學抽 學校和家長都發現不少孩子的鉛筆盒裡 開始藏有水果煙 雖然依照規定電子煙不能賣給十八歲以下的青少年 但學生都是透過網路團購 直接到超商取貨再拿到校園裡大肆的吞雲突兀 原本被當作戒煙替代品的電子煙 以新奇的包裝來吸引青少年族群 但產地和成分都標示不明 有走在法律邊緣 民間團體呼籲政府應該要嚴加取締 美國跟在大陸他們最常在發現 在這裡頭加入的是大麻或者是夾基安非他命 所以它不只是尼古丁成癮性的問題 它還有更廣泛的藥物濫用的問題 石藥署表示會查驗這類電子煙商品 瞭解是否有違法 電子煙流入校園 除了涉及非法伴售 萬一學童抽上癮更可能會助長吸煙 衛福單位不得不重視 記者綜合報導 全臺北市有八千多座的變電箱 不過民眾不僅擔心它會爆炸 還擔心電磁波甚至會影響風水 所以要求電變箱牽引的聲音一直都存在著 今天就有里長建議可以將部分的變電箱 移到馬路中央的分隔島上 再加以美化 台北市和平西路 分隔島上不只有樹木花草 還有這一座一座的綠色變電箱 變電箱會出現在這裡 就是因為有民眾抱怨 變電箱太擋路 有的認為影響風水 因此要求變電箱一定要遷移 放了很多年了 還有一些人是擔心風水 很多很多很多理由 里長也直接將里民意見 反映給市長柯文哲 柯文哲說先研究有多少變電箱 有遷移需求 而算一算全臺北市 共有八千三百七十個變電箱 市民想要遷移的 就有兩千零五十五個 但如果分隔島上放了兩千多個變電箱 將會是什麼景象 行車安全會不會也受到影響 原本是種樹的林蔭大道 未來會變成變電箱大道嗎 新宮處說也不是每個變電箱 都適合遷移 而且變電箱要遷走 還得先解決土地問題 再來就是經費問題 全臺北市目前有三十一座變電箱 上面有文化局的彩繪圖案 為了配合二零一六設計制度的舉辦 未來遷移到分隔島的變電箱 也會美化一下 而被市府七月將成立管線中心 同意處理變電箱清皮 和電線地下化的問題 記者小劉漢林台北報導 為了協助經濟弱勢的學生 台灣大學從這個學期開始 辦理希望餐點計畫 符合資格的學生 每個月有三千塊錢的餐食津貼 又到週五用餐時間 陳彥均總習慣買台大校內的餐食果腹 今天午餐是三十五元的陽春麵 算便宜 而且還沒有花到自己的錢 一杯冬瓜茶 好 來 口渴了 彥均走到小小福想買杯飲料 拿出手機打開電子錢包APP 感應QR code扣款一杯冬瓜茶 這個月三千塊餐食津貼還有一百四十二塊 一個月三千塊餐食津貼 無法負擔所有生活開銷卻不無小補 尤其家裡只靠爸爸打零工 這筆錢減輕部分負擔 而令他覺得貼心的是 電子錢包大家都有 弱勢學生不會被標籤化 吃飽飽計劃三月實施以來 已經有八十多位經濟弱勢學生使用 反應不錯 但彥均希望配合的餐廳 從十二家擴大到全校 放寬資格到中低收入家庭 讓更多人被照顧 記者林曉惠沈志明台北報導 教育部一再表示 明年十二年國教不再提供十兩尺 卻遭到了台北市長柯文哲多次的批評 不過其實在台北市教育局的規劃草案裡面 明年本來就沒有十兩尺 而是以三等地四標示 分成七級作為計分基礎 不過為了避免抽籤 所以開放各校加權會考單科成績 最多三科 為了明年的十兩尺 台北市長柯文哲多次槓上教育部 但在基北區三市延商的草案裡 早就沒有十兩尺 而是比照今年的中頭和高雄區 以三等地四標示分成七級計分 加上協作測驗兩百一十六點的總基點 去年在跟一些家長在溝通的時候 這個方案曾經也有大家有了解過 所以對大家來講是一個比較熟悉的方案 所以我們以最小變動原則之下 我們今天採用這個方案 以最小變動為規劃原則 不過為了避免抽籤 三個市延商總基點比完後 開放各校加權會考一科到三科 沒有十兩尺也能符合分發需求 唐志明說三市有高度共識 但有家長認為應該拿掉單科加權 否則增加學生困擾 在七月把方案送到教育部之前 教育局還得和家長老師溝通 至於明年北市是否擴大辦理特色招生 唐志明說應該還是只有政大附中辦理 據整理小溫室志明特別報導 為了提升陸客來台的觀光品質 觀光局從這個月開始啟動了高端團的新措施 標榜住宿五星級飯店每人每餐飯要超過一千元 今天首發團就從上海到了台灣 推著名牌行李箱踩著高跟鞋 陸客高端團首發團來了 十二個來自上海的團員幾乎都是企業主管 要停留六天午夜深入體驗台灣 所謂高端團是全程無購物 五碗餐每人超過一千元 而且三分之二住宿五星級飯店 連用車都有規定 而相較於一般八天企業環島團費 台幣兩萬以內 高端團六天午夜將近四萬貴了二點六倍 但即使得多花錢 還有團員是二度來台 特地選擇高端團 搭上遊覽車 團員將從台北出發逛101等住民地標 之後到宜蘭花蓮 猶太魯閣甚至深入原住民部落 最後再回到台北 強調不敢行程深入體驗台灣 高端團如果能夠嚴格控管它的購物的話 不會有人去消價低於成本去競爭 因為這個團費太高了 旅行業者表示先前觀光局也推出過優質團 但因為把關不言 最後還是淪為消價競爭 零團費甚至副團費的狀況並沒有改善 如今提高標準再寄出高端團 就看能不能提升整體品質了 記者林政五王新中台北報導 不少民眾有忘記帶鑰匙出門 請鎖匠開鎖的經驗 但是鎖匠也可能在沒有經過同意之下 入侵行切 今天的立委邀請了業者 還有警政署等單位舉行公聽會 希望能夠設立專法來管理 鎖匠熟練的打著鑰匙 坊間常可看見的開鎖店 提供民眾打鑰匙方便 沒有帶鑰匙時 也提供開鎖的便利性 不過因為過去曾發生過 鎖匠在不知情情況下 替犯罪者開鎖刑切 或是和竊道集團掛鉤 刑切的例子 業者要求設立鎖業法的聲音四起 為了立鎖業法立委二七號邀集業者及警政署勞動部等單位召開公聽會 業者希望設立專法為鎖業人員爭取合法地位 找出主管單位全面管理 不過有關單位都不認為自己應該擔任主管者 並且對業者提出排除 竊道前科者入行的要求也有疑慮 以及他從業人員的管理來看 由警政機關來當他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並不恰當 這個法案如果未來能夠順利的話 就這一部分 我想勞動部也會全力來協助我們的主管機關來推動 由於憲法保障人民的工作權 不能因為有切到前科就抹煞更生人的就業權 勞動部建議未來是否在技術資格上嚴格挑選 合法徵兆才不會有違憲問題 記者陳嘉欣 張志佳台北報導 台中市的一家保險代理人公司的誠信負責人 被離職員工投訴 新進員工必須跟老闆對賭 如果輸了就必須付錢 而且在接受14天的教育訓練的時候 完全沒有薪水 每天只有一百塊錢的誤餐費 目前勞工局已經介入調查 台中自家保險代理人公司 被離職員工投訴 新進員工必須接受14天 沒有薪水的教育訓練課程 還要針對老闆公司正面用經期寫上 新進的玻璃估價 如果輸了就要付錢給老闆 有人沒有上班就輸了七千五百元 而且根本沒有人贏過老闆 對 我就是他會提供給你獎金的 給你一個福利 給你提那個加薪的機會 對 那就是讓我們去讀說 薪金去做報價 假如說有比公司還低的話 那就是願意給我們加薪 台中市勞工局二十七日上午 到這家保險公司了解 但員工卻提早就離開辦公室 還將大門深鎖 招投訴的誠信負責人也聯絡不上 勞工局說誠信負責人強調 員工輸的錢都是轉為公司福利基使用 並非適用 勞工局表示與員工對賭的部分 可能涉及賭博罪 而公司訂下奇怪的規定 是否與職務有關 以及教育訓練期間 沒有薪資等爭議 將會比對相關資料 約訪勞資雙方 調查公司 是否涉及招募廣告不實 記者邱紫飛彭萬群台中報導 除草劑年年春普遍被認定是毒性 比較低的農藥 不過國外有學者認為 年年春裡面的嘉林賽 有可能跟自閉症等等的 現代疾病有關 目前普遍使用的除草劑年年春 被視為對植物有高毒性 對動物毒性卻很低 不過受邀來臺的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學者 Sniff卻指出 年年春內的嘉林賽 容易跟身體內的猛熬河 造成猛不足 被懷疑跟兒童自閉症 有很大的關聯 Sniff教授拿出照片指出 在美國華盛頓州出現不少無腦機胎的案例 就被懷疑與當年大量使用年年春 除去水生植物有很大的關聯 民間團體指出 除了一般作物使用 許多基改作物更標榜 對年年春有高抗藥性 而這些化學物質最後進入人體 或流入環境危機四伏 譬如你洗一洗 它還是可能會進入我們的河川 進入我們的農地 進入我們的土壤 那甚至有可能在食物當中殘留 讓我們的小孩子 讓我們的家人都吃下去 民間團體強調 今年四月世界衛生組織已經認定 年年春內的嘉陵賽是可能致癌物 無與政府正視問題的嚴重性 不要再以毒性很低的說法 漠視民眾健康 記者有你們吳家寶台北報導 另外為了增加東部地區農民的收益 台東農改廠協助推廣小米、樹豆 還有台灣禮等等的雜糧作物 其中小米更研發出了新品種 讓產量大增 在一般消費市場 比較少見的雜糧作戶 小米、樹豆與台灣禮 是台東農改廠近年來力推的雜糧三寶 為了讓當地農民有更好的收益 貢獻提高國內糧食自給率 農改廠研發新品種 讓產量倍增 產量高出一到兩倍 那樹豆的部分 產量高出兩到三成左右 我們多年的研究發現 它具有很高營養價值 比起國內稻米的自給率超過九成 雜糧幾乎靠進口 自給率連一趴都不到 農委會希望減少稻作面積跟產量 獎勵補貼農民轉做雜糧或進口替代作物 不過民間團體認為 政府的配套措施還不夠積極 這幾年台唐也積極投入非基改黃豆玉米栽培 黃豆生產面積更從去年的25公頃打算今年提高到40公頃 雖然價格比進口基改黃豆貴上五六倍 仍以新鮮跟健康來搶攻市場 民間團體認為 台唐土地是生產雜糧作物的好基地 應該善加規劃利用 記者林門吳家寶台北報導 立法院三度通過長照法之後 國內第一線的醫護照護服務員的人數 還是明顯不足 尤其是在東部地區 專業的照護員更是缺乏 所以花蓮的門諾醫院 特別開辦了免費的訓練課程 完訓之後就可以馬上就業 聽說醫院要培訓專業的照顧服務員 從事照護工作已經26年的李阿姨相當高興 因為這以往沒有什麼人要做的工作 現在在立法院三度通過長照法以後 已經被重視 如果未來照護員多了 醫療和照護的工作才可以徹底分工 事實上花蓮地區的照護員 人數堪稱全國最低 第一線的護理師 常常因為幫忙照顧病患生活起居 消磨掉太多的時間影響專業 為了改善這種情況 花蓮門諾醫院 安排了免費的照護員 訓練課程 結訓後考核成績合格者 馬上就可以有工作 目前到今天為止 我們總共培育了一千兩百位 一個照護員的人力 我想目的就是希望能夠幫助我們在地 所有的社區民眾 甚至醫療院所能夠來建置花蓮 比較好的一個長期照護服務的模式 但門諾醫院也發現 結訓後的照護員 大概只有百分之二十會留下來 從事照護工作 這麼高的離職率 原因就出在就業場域不受尊重 以及沒有良好的退休制度 門諾醫院強調 依照不同等級的照護 照護員的薪資可從四萬到六萬不等 這在花蓮算是薪水不錯 至於福利和制度 可以慢慢修正 希望能夠有更多的人一起加入 記者文家凱花蓮報導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今天的天氣難難不穩定 尤其從華南南海這一帶 有夾帶的豐沛水氣的西南風 隨著時間正在慢慢增強當中 詳細的情況 首先透過衛星雲圖 以及地面天氣圖向大家解說 封面的結構 已經移到了台灣的東南方海面 但是台灣附近 還是有很多零散的雲系在發展 今天在北中南 還是有局部性的降雨發生 而且在中部地區 以及南部山區 都分別有出現比較明顯的雨勢 明天天氣穩定的程度 應該會慢慢增高 主要的原因是隨著時間 西南風正在逐漸的增強 也會將原先 殘存在台灣附近的水氣 逐漸的往北推開 不過就在這一段過程當中 明天周四還是 呈現比較不穩定的天氣狀況 南部地區有機會出現 午後的短暫雷震雨 請大家注意的是 午後短暫震雨 雨勢會來得又急又快 外出請攜帶雨具備用 溫度開始明顯的上升 高溫各地應該都有機會上升到 三十二度到三十四度 中午前後比較偏悶熱 也請大家外出的同時 多加注意補充水分 以上槍資料由中央槍局提供 繼續來看明天各地的強烈氣溫 北部地區最低溫二十四度 最高溫三十四度 中部地區最低溫二十四度 最高溫三十一度 南部地區最低溫二十四度 最高溫三十二度 東部地區最低溫二十三度 最高溫三十二度 外島地區最低溫二十三度 最高溫三十度 今天最後一起來看看 美國紐約動物園 這群從澳洲來的小企鵝 感謝你今晚的收看 我是洪惠竹 祝您晚安 我們明天見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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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法院昨天三讀通过 产业训除替代液 以后替代液除了可以到公家单位 也可以到企业公司上班 不过为期三年 第一年月薪五万九千五百块 产业界普遍较好 内政部也说这将是产业 易南跟政府三营的政策 不过不少劳工团体批评 产业替代液比之前22K更加的恶劣 政府把易南变成廉价劳动力 会把台湾薪资拉低得更严重 什么是产业替代液 今晚八点有话好说 深入分析 看见地中海就在公共电视 翻完是有趣的 轻松 有力 等你来翻完 就拍有关于公式形象或公式节目 用你的声音影像做成一支创意短片 该怎么玩呢 这样玩 也可以这样玩 60秒内 随便你玩 帮玩公式创意短片大赛 你还在害怕吗 等你来挑战 一封空白的情书 一场美丽的错梦 二分之一Q剧场情书 以新奇别致的手法 重启四百年前文坛才子与青楼红林的爱恋 优雅的昆渠与现代装置的亲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